各位觀眾晚上 我這裡是早上 今天就要去多幾個地方 今天飛去埃斯維加斯 去三個半小時轉機 在機場開兩個會 一個就是中國民主黨的主席 另外我們現在小夏的劇本 都在看有沒有對的角色 就順便看看 聊一聊 今天晚上就回到大灣區 我今天的題目就是 中共是中國人最大的敵人 死敵 根本是死敵 這件事我們中國人是很不接受的 為什麼呢? 我們想著 它都是中國人 是吧? 它都是代表中國 它都是中國政府 共產黨在這裡控制中國政府 都是我們自己人而已 我們用這個自己人 所以就變成很容易給它港幅 我們要愛國 我們要順便愛黨 這件事就造成一個問題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問題 那天我也是跟何良某說 是敵我不分 敵我不分 全世界 包括我們中國人 包括美國人 包括歐洲人 最後 現在開始醒覺 你看到了 看世界形勢 你明白了 日本開始醒覺 澳洲開始醒覺 印度醒覺 印度醒覺 敵我不分 就是我們跟真人交和 搞清楚 這個是敵人 還是朋友 如果這件事都搞不清楚 你就真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不是聰明的問題 簡直是愚蠢 共產黨由一百形的黨史來講 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 我們就是靠資本主義 不管你是大資本家 小資本家 做小生意也好 買煙仔也好 買寶寺也是 都是資本主義 什麼叫做資本主義? 拿本錢 買一些寶寺回來 低價買進來 高價買出去 就是叫做資本主義 買樓收租 就是叫做資本主義 你用資本賺錢 不是用你的勞動賺錢 所以所有用了資本的人 開一個餐廳 要加資本的嘛 開一個餐廳之後人客來到 你就收他錢 減了一些開銷 代了一些利潤 就是資本主義 就是這麼簡單的 資本對它來說是屬於國家的 或者是黨控制的 就不在理的 這個最簡單的理論 我們香港人就沒有去正視過 知道一些 但是不是正視過 我今天就要講這個問題 它要拿走你的資產 有距離控制 你只不過是一個國民 他們現在用這些字 什麼韭菜 就是說你在這裡生產 而且你的生產的後果 就是要交回 不可以自己袋袋做資本 交回來給所謂的國家 或者它黨國 交回給黨國 由黨國來支配 你就是做事的 你是做事 然後你的勞動 做事 他們用勞動 我也不是錯的 你的勞動 腦的勞動 或者手的勞動 或者你的時間 心血 你的勞動的結果 不歸你的 因為如果歸你的話 你儲來儲去就變成有資本 你就變成了資本家 一定要歸它 然後它分配給你 給你房子住 然後給你一個很低的薪金 讓你可以過得去 它分配 它委派哪個學校給你小孩子 哪個醫院給你去 整件事都是它負責搞定的 你知道結果了 過去的七十年間 搞得一塌糊塗了 搞得差不多餓死人 如果不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話 真的餓死了這幫人 這個敵我分明 如果你敵我都不分明的話 你就真是 現在香港我看起來就是這一點 造成藍絲和黃絲 為什麼有藍絲? 就是它相信共產黨是朋友 黃絲就相信共產黨是敵人 這個就是我們黃絲和藍絲的基本分別 沒有什麼其他分別而已 不是差很遠 它就相信一個朋友 我覺得跟它合作 可以齊齊安樂 齊齊穩錢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的 香港是藍絲的思維 想著國家好靠得住啊 這麼大一個 是不是?它不會害我的 黃絲就說不是 黃絲基本上就是美國的所謂創國精神 因為它是一個人的財富 是人民自己創作的 是應該留給自己人 自己代付自己的 就是你的 國家的法律是保護你的財富 保護你的資本 這個就是自由世界 資本世界的精神 現在很有趣啊 我今天這次我一犧牲 我一路洗臉 洗臉拆眼 一直都聽著節目 摩根史丹利又說評價地產股要跌多少 跌多少 是不是? 蕭先生又說它跌得不夠了 大家都在這裡評估 用金融的角度來評估這件事 我真的完全不贊成 你和共產黨不可以用金融的角度 用敵我的角度 當日 這些是事實來的 不能做的 為什麼鬥地主? 地主有沒有犯法呢? 為什麼會被人殺了幾百萬呢? 中國地主 就是中國罪 中國地主不只是地主 所有的有學問 有知識的人 都是地主的小孩來的 包括毛澤東 為什麼會49年未成立之前 成立之後在這裡殺地主呢? 我媽媽的叔叔 以前是南京的交通部長 就是南京 國民黨的交通部長 他都很聰明 他49年 他差不多400年左右 他去東北看 那時候中共第一就接管了東北 他去看一看 他上去自己身身去看一看 發現他就要殺地主 那他呢 就一下決心呢 就下來了香港 就是帶不帶的老婆子 下來了香港 他知道問題在哪裡 到我們現在呢 就還在蒙茶茶 那地主讀錯了什麼 我就想問了 地主 廣東的地主最出名的呢 在金山也好 起鐵路也好 掘金也好 就是賺這樣的血汗錢回來買一些地 建一些樓 什麼叫地主呢? 那中國 整個中國來說 以前都是這樣的制度 就是你有錢你買了地 接著地自己不耕 被人耕 等於收回一些局也好 收回一些錢也好 地主就是這樣 他自己不是下去耕 那就是被人耕 但是地主就是中國的所謂的知識分子 因為他知識有錢嘛 他被小孩供小孩讀書 小孩不用下去耕 你的罪是什麼呢?我再想問一問 就是因為你擁有地 那你擁有地 你當然不會把他放在那裡 放置了他的 那你當然要找人耕 是不是? 或者租給人耕 這個就是你的罪名 那再去分析一點 就是共產黨說地不是屬於你的 地是屬於黨國的 所以地是資本來的嘛 地是屬於黨國的嘛 你愛他們來賺錢 你就是有罪 這幾個很重要的 有罪 所以要殺你 而且殺你殺得很殘忍的 找那幫農民一齊來判了你有罪 他不自己很聰明的 他找一幫農民以前租你的地 那你當然說你租這麼貴 又莫削他 找他們來判了你 他自己不判你 接著呢 他就執行人民的判決 就一槍拿來打掛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鬥你一輪才鬥到你差不多了 逛街遊家人 給你吃東西 什麼東西認錯 什麼都寫好了 然後就做低利 為什麼我不同意蕭生的說法 為什麼我不同意Ogustandry的說法 他們這些是文明社會 全部是 哇 那些四大家族 六大家族是地產商 他們只不過是在做生意 股票會跌起 會升 多團一些地 你不要忘記 他們是收租佬來的 他們很多很多地產是用來收租的 而且租貴到飛起 是不是 很多是寫字樓 商場為主 你知道過去那20年 香港的商場和寫字樓起了多少 起了多少架 這個是不是和地主一模一樣 你正在剝削我 你正在剝削我 所以不是你的價值 你的地的價值 你輸了多少地 你的股票值多少錢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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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購 全部都沒有關係的 問題是你在犯法 在新的 在中共的領導下 你在犯法 你租地給別人就是地主 你租樓給別人就是樓主 樓主和地主沒有什麼分別的 完全是一件事 你用這些東西來賺錢 就是他的敵人 敵我要分明 這個是最基本的 你所有的生意 沒有一個生意 沒有資本的 你用資本來賺錢 你就是剝削人民 你就是犯了法 你就是要判刑 現在不是一個充公的問題 我前幾期都說了 你全部是屬於國家的 屬於黨國的 你所有的資產資本都是屬於黨國的 這個都不夠深入 深入是什麼呢 是你犯了法 你是黨國 是國家 就是人民的敵人 他就說得好聽 你是人民的敵人 實際就是他的敵人 你不是人民的敵人 你是中共的敵人 因為中共要控制所有的資本資源 你抱著不放 就是要搞力 搞到你放為止 你看回歷史就好了 對不起 我又說了 殺地主 殺了很多 葉建英就不捨不得 因為葉建英本身都是華僑 好像馬來西亞那邊 不知道 那邊是華僑 看到那些地主這麼辛苦 所謂廣東地主 由金山啊 由美國啊 那些地方賺少少錢回來 買些地 你叫他怎麼忍心殺呢? 大家都是廣東人 他就不殺 叫毛澤東 他那時候都做 整個廣東就是他管的 那麼他就不忍心殺 那麼毛澤東呢 劉慧祥呢 把他調回去北京 一直在等東沽 一直在等東沽 實際一直都沒有重用 一直到了 我估計到了差不多六零年代的後期 就是十幾年之後 才開始啟用了他 然後就派了一個陶絕 和趙紫陽來打開 大開殺戒 那廣東就收了開 那麼鬥地主 因為你控制資本 所以他要處理你 三番五番 就是因為你公司 你擁有公司 這個公司 你就是資本家 你不是用地來賺錢 你用公司的名義 你用你的資本 買東西便宜進來 賣東西便宜出去 便宜又便宜出去 你就是資本家 你就是壟斷 全部搞出來 三番五番的後果 就是公司合影 現在公司就是他的 然後就排放一些顏色給你 接著就顏色都沒有 那你收回五番 炒出來的那些 他說你賭稅 他說你什麼什麼 團職居期 他什麼都可以說的 是吧 那麼就知道 你的資本全部讓了給他 那你現在想一下 地主的敵人是誰 生意佬 公司的老闆 股東啊 老闆的敵人是誰 大家想一下 想清楚 所以既然你連敵我都不分 敵我不分 搞不清楚 你怎麼跟共產黨交手呢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的 包括談判 中英談判 基本 基本法的成立 整件事由頭到尾 包括我自己 我們就是敵我不分 他是來搞 玩完你的 他的責任就是玩完你的 玩到你一直看一下 然後三番殺地主 分土地 然後就是 三番五番 公司合 然後是反右 反右那些右的人呢 右派的人當然多多少少有些負產 是吧 就是知識分子 什麼叫右就是知識分子 就是有學識的 左派是佔少數的 右派是佔多數的 但是他找些人民 左派找些人民來鬥你 那他就變了舉折多數了 那那些知識分子呢 有少少錢的 根本就是 少到可憐的 一樣拿起來 一樣拿起來 他們其實真是少到不得了的小資產 譬如你有些屋下 可以收一下租 這些叫做少資產階級 你有幾張樓在收一下租 你不是武術人 你就是資本家 我就講了幾次 這幾次 我們有時候抓了龔博士一起講 讓你們明白了 共產黨是什麼 我不是怨他 全部是歷史 我今天講的東西 完全沒有誇張的 有幾年多大 那些 個個都身歷其境 尤其是八、九十歲那些 他們講給你聽 但是我們現在就不聽老人言 老人說的就是沒有價值的 不聽老人言 那變成了 個個都愚蠢 我們讀書讀得多 讀了經濟這個那樣 他去分析股票啊 又去分析這個那樣 這個不是關鍵來的 全部都是他的 全部都納了 吃光了 就是在澳門賭錢那樣吃光了 全部都是他為了 大笑通的 大笑通的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我真的 這個就是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 是不是 香港人 是不是 面對的 澳門也是 澳門夠好人了吧 說什麼 做什麼 還先行些 拿所有財產 拿所有財產交給廣東省管理 那你說有沒有 懂不懂 一直都是 他不是自己 沒自己管理 他拿給廣東省管理 什麼 直接送了給他的 結果是不一樣的 今時今日 他說賭錢這件事不對的 他給你一點點機會 在賭場 工作也好 賺到的錢 他覺得是不對的 我告訴你 那幾個家族 何家 是不是有個牌 將來 呂家 是不是 還有三個 最終有三個牌 那三個牌 又說我們值多少錢 值多少錢 全部都是多餘的 這三個牌 就是你犯罪的證據 賭的 共產主義裡面容許賭的嗎 誰是發明的 這個是犯罪的證據 你看看50年代上海有沒有得賭的 哪裏可以用去賭的 所有賭場全部都收拾了 所有跑馬全部都收拾了 哪裏有個賭字的呢 哪裏有個賭場全部都收拾了 哪裏有個賭場全部都收拾了 你拿這些來賭錢就不對的 全部都收拾了 不是開玩笑的 拿那些妓女 全部都抓去勞改的 去到那些青海 他們那時候開發新疆 青海 新疆全部去勞改的 這個給那些軍人 農肯 那些軍人去到就變成了去開肯 那些家人很慘的 那些人去到那裏找不到老婆的 這班所有的母女也好 就全部勞改 說你們生活不堅定 說你們什麼全部都去 加勢了 當然啦 沒有人說的 沒有人說的 那有些人交給共產黨 不是交給了解放軍 打完就回來了 那你當然要奬回老婆給她 她的心理就是這樣 我奬回給你 你們這麼辛苦 就有一件這樣的事情 不要說你沒有資本 那些女人 就是捱著那些資本家吃飯的那些女人 一樣是要處理的 一樣是要處理的 所以就是那個敵我不分 這個是中國的問題 是吧 接著日本 日本也是慘的 我看著日本人 我是第一個大 跟三洋一起 在深圳 深圳是兩檔三洋 很大的 那個華強三洋 就是現在深圳裡面 在那個什麼島 深南島 深南老 最大的福地 就是華強跟三洋合資開了間收音機 收音機 錄音機廠 收音機的廠 整間廠都是我們從日本整間放進去的 就是余製的廠在那裡開 我那時候跟三洋的主席一起開 那個是一個很成功的廠 後來呢 後來呢 他們收音機 當然他們自己有了技術 三洋拿它搬去北邊 搬去北邊 那這幅地就添加了 共產黨就霸了我們就不肯給合資公司分享 那麼就馬強 另外一個就是三洋 射口三洋 射口三洋 全盛時期就是6000多個工人 賣光了那些廠房 那些現性廠房我們賣光了 那個時候連根都在那裡 連根都在那裡 連根都在那裡等我 他說我們有時候去投訴說他管理得不好啊 射口 他說這個人呢 是漢奸來的 說我是漢奸 專門站在日本那邊 當然了 我跟日本人是夥伴來的 我怎麼可以不是站在日本那邊 連根都在那裡 真是在那裡當作弄我 靠我 當作弄我 當作弄我 那些知識 他是東江遊擊隊出身的 就是這麼多東西 那共產黨成立之後 找他做交通部 就是他屬於交通部 因為香港的交通部 就被他做了招商局的頭 招商局是很多船運的 跟內地有什麼船運 就找他做了頭 那你有功勞 是有功勞 射口搞都搞得挺好的 平安保險 都是他的司機搞出來的 但是他的知識真的非常有限 所有這些人 到了最後 他不得不服從黨的領導 就是黨給你的指示 說呢 現在差不多時間要對付外國人了 我們要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 他們全部都是黨員來的 那就需要收回 就要收回 黨叫你咬誰就咬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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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